好 我们继续看到是台湾人也很爱敷面膜 你相信吗 每年至少会敷掉八千万片 这排起来有三座101大楼那么高 数量很惊人 不过呢 敷脸的方式错误 可是会敷出毛病来的 卫生署就特别推出了敷面五部曲 要提醒你敷面膜的时间不能过长 一次敷十到十五分钟就好了 而一星期更不要超过两次 另外皮肤有伤口也应该暂时不要敷面膜 市面上面膜琳琅满目 民众该如何挑选使用 卫生署教民众敷面五部曲 选购面膜尽量挑大厂 而且成分日期等标示清楚的产品 使用之前应该先做皮肤过敏测试 皮肤有伤口或发炎暂时不要敷 而且敷脸前应该先清洁 敷脸的时间大约十到十五分钟最适当 此外不少民众为了省钱DIY面膜 但卫生署表示自制面膜 恐有保存不当滋生黴菌等问题 尤其敷面膜时间太长恐引发过敏 医师就收治一名25岁女性 每天三次以冰河泥敷脸 连续两周后脸部皮肤红肿脱皮色素沉淀 原本想让皮肤毛孔缩小更光滑 不料却伤了皮肤 医师表示不管何种面膜为了保存 多少会添加防腐剂抑菌等成分 一旦敷脸时间太久 防腐剂也会跟着被皮肤吸收 造成皮肤过敏 因此提醒敷面膜频率以及时间都不能过长 联合晚报记者陈丽婷台北报道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